富人大学纸品学系环庆50周年 特别举办TC就是这场演唱会 邀请张宇农、陈芳雨、Ella等多位知名艺人 还有广受学生喜爱的饶舌歌手高尔轩、瑞德也同台热唱 一起庆祝纸品学系50岁生日 成军22年的乐团Hot Shark 用震撼的摇滚曲风炒热开场气氛 不大知品学院为了庆祝创立50周年特别举办演唱会 邀请陈芳雨、Ella、陈芳化等知名歌手 重量级卡司热闹开场要一起欢庆知品系50岁生日 我觉得这场表演真的就是值回票价 而且造福这些学生因为他的票价非常的便宜 用这场票价可以看到这些艺人我觉得非常赞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大咖人数应该可以再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唱会 已经多年没有唱校园场的Ella 即使身经百战还是坦言会紧张 同时也鼓励学生在青春时代勇敢追梦 现场一片手机登海增添温馨又热闹的气氛 我最喜欢Ella的那一段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 雖然说她是个妈妈 所以那一段就会比较感动的感觉 就是她有一种长辈的口吻在鼓励现在的学生 校园演唱会当然少不了广受学生喜爱的饶蛇音乐 除了邀请新生代歌手Jimbo李杰宁 还有单红饶蛇团体Chin G-Squad 虽然四雀一少了搂聚硕 但团员邀请台下学生上台合唱 将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就是通常粉丝上台会毁掉表演 所以他们找我上去真的是冒了一个风险 还好没有搞砸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为制品系开心 因为毕竟50周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希望制品系就越来越好 毕竟人才被除马 而且不努力一点的话 就会被其他学校给吃掉 所以当然是希望以后制品系的人 在各大领域都发展更好 除了以演唱会庆祝50周年 制品学院也新建国家检订及服装设计教室及设备 期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产学合作 记者 蔡新玉 郑雨昕 采访报导